谢贤和张博之的妇女关系一直是娱乐圈的一个谜团 她们之间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 她们之间又是怎样的感情 她们之间的秘密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无数的粉丝和媒体 而谢定峰作为她们之间的重要纽带 却始终保持着沉默不语 这又是为什么呢 谢定峰和张博之曾经是娱乐圈的金头玉女 她们在2000年相恋 但在2003年分手 分手后谢定峰曾经跪地求复合 但被王妃拒绝 王妃是谢定峰的初恋 也是华语乐团的天后 王妃和谢定峰在1994年相识 但在2000年分手 分手后 王妃先后与李亚捧和窦维结婚 并生下两个女儿 而谢定峰在2006年与张博之结婚 并生下两个儿子 然而他们的婚姻也没有持续太久 2014年宣布离婚 就在大家以为这段复杂的感情故事已经结束的时候 2014年9月 有媒体爆料王妃和谢定峰复合了 这被称为世纪大复合 让无数粉丝欣喜若狂 然而他们的复合也并非一帆风水 有关他们分手的传闻一直不断 那么谢贤又是怎么跟他们扯上关系的呢 谢贤是香港影视圈的传奇人物 他是谢定峰的父亲 也是谢家的家族传承人 他曾经与王妃张博之都有过合作 并对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据说在谢定峰和张博之离婚后 谢贤一直对张博之不离不弃 并给予他很多帮助和支持 而张博之也对谢贤很孝顺 很懂事 并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 从这我们似乎就能看得出 谢贤只是把张博之看作是自己的孩子罢了 根本不像外界说的那样 是张博之三胎的身份 然而真相并非如此简单 在这件事被曝光后 谢贤终于脱口而出 承认与张博之的亲子关系 据悉早在多年前 谢贤与张博之就确立了妇女关系 这个家族秘密的公开震惊了众人 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深埋多年的故事 这段真相的公开 让人们看到了谢贤和张博之的离婚后的家族纠葛 谢贤选择了退隐娱乐圈 而她的儿子谢霆锋一直承担着照顾张博之的责任 这场家族纠葛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无法弥合的伤痛 一直困扰着他们 当时的张博之母亲并没有告诉谢贤这个消息 而是独自抚养了张博之 她对张博之倾注了全部的爱和关怀 并且尽力给她一个幸福和完整的家庭 她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对她和张博之都很好的男人 并生下了一个儿子 她对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很公平和疼爱 从来没有对他们有过任何的偏爱和偏见 她希望张博之能够快乐和幸福 也希望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父亲 而谢贤直到多年后才知道了自己有一个女儿的事实 当时的谢贤已经是一个风光无限 名利双收 家庭幸福的隐心 她有着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和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 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也对自己的过去很淡忘 然而当她看到张博之的照片时 她却有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感动 她发现张博之长得和自己十分相像 而且还有着自己的一些特征和气质 她立刻意识到 张博之就是自己多年前与那个女孩所生的孩子 谢贤决定要找到张博之 并与她建立妇女关系 她联系了张博之母亲 并得到了她的同意和支持 她也联系了张博之 并向她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心意 她对张博之说 我是你的父亲 我一直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和义务 我对你感到很抱歉和内疚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也希望你能接受我 我想要给你一个父亲的爱和关怀 我想要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 张博之听到这个消息时 也感到了十分惊讶和激动 她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 也一直没有感受过父外的温暖 谢谢并未住进ICU 身体衰弱如流之 她独自一人 无人陪伴 可怜如风中的落叶 有人揭叹 此乃她自作之果 年过而立 还沉迷于风流 虽有不错之说 但身体差强人意 并非纵于所知 谢谢的儿子远在他方 两孙不可见 谢谢颓废不堪 港媒报级 张博之平探访 谢贤感动之余 勉励安顿她 她允许张博之带走三个孩子 并出售宅邸 筹策她生活所需 早有传闻 三个孩子非谢氏 今日放文 实证其言 谢贤慈爱张博之 视她如己出之女儿 张博之传绯闻 谢贤不发一言 儿子离婚 一不争便富养权 张博之离亭峰多载 谢贤为也一句闲话 明星身上争议多 公共角色却无懈可击 王妃得知 谢贤病危是否探望 余未可知 而谢霆峰对父亲的决定 感到无奈 但接受了她 张博之前妻 孩子亲生 两者紧密相连 故谢霆峰无论舍不舍得 皆无可奈何 财大气粗的谢霆峰 不会在意这些细微之事 他要安顿好张博之与孩子们 方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谢谢与张博之的关系 前公共与前儿媳而已 那些猜测二人有毛腿之人的人 思想实乃龌龊 若谢贤与张博之另有关系 谢霆峰如何能忍受 如何能与张博之和平分手 张博之纵有绯闻 不代表生活放荡之徒 与陈关希的绯闻 以令其名声受损 若与谢贤有关 他如何在娱乐圈继续立足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青 这句名言适用于每个人 无论是谢贤还是我们普通人 面对生老病死 亲情 爱情和家庭关系 显得尤为重要 谢贤与张博之之间的关系 虽然复杂 但他们在困难时刻 仍能互相扶持 这种亲情的力量 不能被轻视 总结起来 谢贤在病危的时候 选择了安顿好 他的女儿张博之 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公共的负责与慈爱 同时我们也应该从中看到家庭关系的重要性 情情的温暖和力量 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我们都应该珍惜家人的陪伴和关爱 并为他们同样付出关怀和支持 在这个圈中纷争不断 我无难 红尘纷扰 我无处安放 而张博之心如明月 自有自己的自在和开怀 谢定峰和王妃这段情缘是否天定 谢定峰和王妃两位华语乐坛的巨星 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他们的恋情曾经引起过无数的猜测和议论 但最终他们选择了各自的道路 然而是否有可能他们的情缘是天定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谢定峰和王妃的过往 作为两位备受喜爱的歌手和演员 他们的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谢定峰在音乐和电影界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而王妃更是享有天后的美誉 他们的才华和魅力无疑是彼此吸引的重要原因 他们在2006年结婚 并育有一子谢丹阳 然而婚后不久 他们就宣布离婚 结束了他们的婚姻 尽管离婚了 但两人在离婚后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 他们一起照顾孩子 共同参加各种活动 甚至一起录制了歌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